雙魚座的能量是非常漂亮的 首先現代主星海王在命攻得勢 但其實這件事也不需要特別去看 因為其實未來年年都會這樣 但同時有三分水星和六分土星 反而六分土星就需要去看 我早前在IG、Facebook也大書特書過 因為這件事就是年年難得一餘 沒有記錯,明年要再發生肚腔六分已經是203多年了 無論如何,有六分有三分其實都是一個很和諧、很輕鬆的能量 所以相約你們最近是可以完全做到自己 是很安靜,是可以優養生息去養精畜蕊 那為什麼要優養生息去養精畜蕊呢? 稍後就現在開始去看了 這件事是塔羅牌說的 也在你的星盤找到端矮 好了,九公公主星入妙得勢 就對分在三公逆行的天王星 恨好同時你的古典主星 在十公是入妙得勢的 幸好這個木星就是在三分的逆行天王 同時這個逆行天王 同時受到對分 但是又有個三分去平一平均的能量 所以就叫作打和 所以其實是提醒你什麼呢? 你要休息 休息主要是因為有時不夠休息 有什麼會影響你作息呢? 就是說如果你跟一些遠距離的人溝通 所以其實如果你跟一些人很近的話 你會很容易聊天 但是如果說那個人是住在美國、加拿大 就是這樣的 那你們就要經常有時差去聊天 或者你有另一半是翻轉的 那有這些距離之下 就會容易影響你作息 所以塔羅為什麼提醒你 小心啊 不要因為一些遠距離而影響自己的優養生性 你是應該要好好處理好這個能量的 那處理好這個能量 第二就是更加為了去見朋友 但是這個見朋友呢 不是純粹見完嘻嘻嘻嘻嘻就這麼簡單 其實這次見朋友呢 是會有一點點刺在裡面的 OK 我當你跟朋友以前是吵過的 所以這次見面是擺和頭走 是希望大家一笑吻恩仇的 所以開始見面會有一點點尷尬 或者我當朋友是因為有難 所以要叫你出來幫忙的 OK 所以中間其實也會有一點點 就是未必是完全開心的 對不對 又或者你是會見一班朋友 而裡面是有一些你不太喜歡的人 是的 所以其實你要以政制動 或者我們經常說政極私動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斷是很輕鬆的做回自己 睡覺要注意多一點 OK 原來是為了去心理上 OK Mentally 或者psychologically 去prepare yourself for 你之後和朋友相處的一些小小的刺 是的 有吉日的 如果你是可以去控制什麼時候去見朋友 OK 如果你去決定日子的話 那我就非常之建議 西曆的12月1 2 3號 是的 那空日就是記住 千萬不要在10號 或者是之後的日子 是的 那就祝大家生命美滿 如意吉祥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